舉例啦 比如說我昨天我就在 我就在電視上碰到戴錫青 然後他就直接說 十二連國教刻批選舉的時候 有去連署一個東西 那現在他 他就不follow啊 他說要給教育局長去決定 那戴錫青就非常生氣 說你連署那個不算嗎 通常政見都是假的 那你就等著看嘛 你就看 人家對十二連國教非常熟嘛 那你就等著被問嘛 可是其中一個例子 那比如說華蘭市場 你說要一次改建 對啊 還沒答案 哦 好的市議員 一定問你這問題嘛 當時我想啊 反正是選舉啦 做什麼都行